冬夜 雪花浪 寒风呼啸盘旋 阿梦走在雪地里 每走一步脚步都非常重 似乎在用这种方法来宣泄内心的愤怒 阿梦甚至停住脚步 在原地使劲跺着脚 大喊道 小鱼 你混蛋 几个形色匆匆的人与他擦肩而过 偶有好奇者回头向他张望 阿梦想这人一定以为自己精神有问题 不过 管他那 要是他不想要他 他不骂出来 肯定会憋闷坏的 今天本来挺开心 阿梦和一群朋友吃完饭之后 意犹未尽 打算去夜店K哥 可就在夜店里 他看见男友小鱼抱着一个蹄枯的女人坐在角落里 阿梦狠瞪了他一眼 转身跑了出来 他明显也看见了阿梦 却没有追出去 真是个混蛋 混蛋 阿梦又连喊了几声 心里顿时畅快了不少 正想迈步前行时 突然 阿梦眼前一花 一个小孩在阿梦视线里一闪而过 他的视线追过去 路上除了飘雪 再无人影 难道是幻觉 顿在原地 阿梦打了一个冷战 直觉垃圾桶处有些异样 他好奇地走过去 夜色下阿梦不禁呆了 雪地上竟有一大片鲜红的血迹 心 喷喷地乱跳 刚才的影子 现在的血迹 这难道不算恐怖片的开场吗 阿梦撞着胆子 仔细瞧了一下 血迹还在扩散 说明有东西在垃圾桶里 还在继续流血 他犹豫着 最终踢了一脚垃圾桶 没什么动静 又踢了一脚 随即撑头向垃圾桶里望去 一双恐怖的眼睛 刹那间让他毛骨悚然 阿梦怪叫了一声 亮腔后退 一时之间 不知该如何才好 一滩血 垃圾桶里的眼睛 难道自己遇见了一起凶杀案 一想到这里 阿梦拿起手机 熟练地拨通了小鱼的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 他才接起 阿梦不给小鱼说话的机会 大叫着说 幸福鹿大街 发生了凶杀案 快来 一口气说完 阿梦挂了电话 不到十分钟 小鱼气喘吁吁地跑了来 他一见阿梦就责备地说 阿梦 你搞什么鬼 我正在执行任务 没有时间陪你瞎闹 阿梦听了他的话更加生气 拉着他走到垃圾桶边上 示意他自己看 小鱼乍一看也大吃了一惊 走向前用手沾了一点血 放在鼻前闻了闻 闻过之后眉头紧皱 他脸上的神情开始紧张起来 伸手去扒拉垃圾桶里的东西 逐渐一只被掏去内脏的死猫 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阿梦吓得失声尖叫 躲在小鱼身后 小鱼看着阿梦说 看见了 不过是只死猫 并不是什么凶杀案 我看你啊 就是侦探小说看多了 怪冷的 你先快回家吧 我还有任务 阿梦撅着嘴问道 那女人是谁 我告诉你了 我在执行任务 执行任务需要抱着女人吗 小鱼被阿梦说得脸色一沉 别无理取闹 我走了 回头再和你解释 说完急匆匆地走了 留下阿梦傻子一样 站在雪地里 脚旁还躺着一句 血淋淋的死猫 我本来就抓了 你这边不见你 我本来就想要 我本来就是